农村小哥剪石头 网友发来一块石头啊 从这个洞口可以看出 它里面是有花纹的 这个颜色它是粉红色 女人都比较喜欢这种颜色啊 粉色嘛 然后这个石头呢 它很冰透的感觉啊 从外表都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一头带了一点绿色的感觉 这个石头网友打算做硬张 我们等一下给它切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取硬张啊 如果剩下的料又给它做成牌子 我刚才看了一下 它有一个地方有一条裂 就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条裂啊 往里面进去的 我们先把旁边的给它切平一点 看一下裂的表现 石头给它切了一下这个皮啊 然后这些绿色的地方啊 它基本上没有浴化好 里面还有很多泥土啊 泥泥的感觉哦 然后把旁边的也给它去了一下 发现里面的花纹 这个颜色啊跟肉质还是很冰透的 颜色也可以啊 把这边的盖子给它掀了 然后发现里面它有一条夹纹 它也属于粒 就是中间这一条啊 然后只有这个地方能取一个小印章 因为它中间这里啊 它是空的 像这些的话 它里面是没有好的地方啊 就往这里给它顺了一刀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什么的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出现了糖色 跟这个粉色啊 因为很多石头都是的 它只要能出现两种颜色 它交集在一起啊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艳丽啊 这个料子它非常的冰透的 这里还出现一个小小的玛瑙纹 有一个水晶洞 这个还可以闭啊 再给它切掉一点就可以闭了 然而现在这边的话 硬张就可以出一个的 主要是它这个地方啊 它又有一点点的小裂很小 还有这边这一条 这条是那条夹纹 白色这一条啊 它也是有点像一个小裂 因为看这个反光面的话 它没有合在一起 只要没有合在一起的纹理啊 它都是小裂的表现 大家觉得这种料子是出硬张呢 还是出牌子 或者是吊坠 其实我觉得出牌子的话 它还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整个牌子可以说 直接看穿的 不过出硬张也有硬张的好处 即使说石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吧 这个石头先不要动了 先跟网友沟通一下 看它具体要出什么物件 然后我们再给它寄作啊 后续的话 小哥还会分享视频的 因为网友这个料子太漂亮了 成品的话 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啊 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 散开 散开